HELLO 大家好我是KON6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三星的這款 Adors G70A的高CP電競4K螢幕 它其實是一款使用的HDMI 2.1技術 最適合PS5跟X8S的一個遊戲螢幕 而且它的售價只有在台幣2萬內 講到這個2萬內大家可能很好奇 接近2萬還算高CP的螢幕嗎 但是你去細看它的功能跟規格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個價格其實算是相對划算 好那我就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 這個特色的部分呢 我們再來做一下價格的探討 那螢幕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28型的設計 是主流電競螢幕的大小 支援4K 144Hz的高幀數遊戲體驗 那採用還是比較高成本的IPS面板 那它的面板反應的時間非常快 只有一毫秒的時間 而且它支援NVIDIA的G-Sync 那只要有支援G-Sync的部分 代表它都有經過嚴格的測試 符合最高的標準 能夠保證你的遊戲畫面非常的流暢 而且是零失戀 以及超高的畫面更新率 那同時它也具備了Visa DisplayHDR 400的技術 它可以提供更寬更廣的一個亮度 包含對比度跟色域的範圍 讓黑的部分呢更深層 白的部分呢 則會更為耀眼一點 所以有到HDR 400的等級來說呢 對於現今的遊戲當中呢 能夠讓玩家更容易發現呢 一些比較黑或者是陰影當中的一些敵人跟細節 可以掌握到更多更多的遊戲樂趣 另外呢 也只有AMD的FRISING的PREMIRE PRO 那只能夠滿足呢 熱愛HDR視覺類的遊戲朋友 那綜合上述功能呢 能夠全部符合的螢幕呢 價格大概落在3-5萬 那開箱前呢列友也稍微做過功課 最近也有其他品牌呢 上市一個功能非常接近的 但是它的售價也要到2萬多 所以對比3K這台G70A不到2萬 我覺得CP值來說真的是比較高一點 大家也可以去比較一下 那如果你要找的是一台優秀的電競螢幕 能夠讓你玩PS5不會犯殘 只能跑4K 60幀的話 那這台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向 因為它可以完全發揮PS5 X8S的遊戲效果 給你4K 120幀的大滿貫 那油唱的遊戲體驗呢 相信你只要一嘗試呢 就會回不去了 那螢幕的部分呢 還有附贈一些線材 所以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好 它們的配件的部分呢 依序有變壓器 電源線 DP的影音傳輸線 USB 3.0數據線 還有4K HDMI的影音傳輸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重頭戲的螢幕的部分 整體呢是以電競風格設計 在正面螢幕的左下角呢 還有NVIDIA GISTING的一個認證logo 彰顯出它頂級電競螢幕的一個定位 那螢幕下方呢 有三個按鈕能夠讓玩家 自由去配置不同遊戲的設定檔 那透過按鈕可以快速的去切換 節省調整遊戲環境參數的時間 好 那另外呢 主按鈕的部分呢 可以用來調整螢幕的相關細節參數 包含開啟遊戲專屬的輔助功能 以及切換訊號源等等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可以從後方的接孔部分 來看一下它的配置 那它的後方的配置呢 依序為 耳機孔 雙HDMI DP USB的擴充接口 還有雙USB 3.0 跟DC的電源孔 那作為一款電競螢幕呢 它提供了更多可以調整的螢幕位置 包含上下調整 前後傾斜 水平旋轉 還有垂直旋轉等 好 讓你可以輕鬆調整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達到最佳的遊戲體驗 除此之外呢 螢幕的後方呢 還配置了Costing的光效自動調整設計 能夠配合遊戲場景 自動變化光效 這部分超酷的 就是可以讓遊戲的部分跳脫螢幕 讓你享受到 更強大的遊戲的一個沉浸感 是一款從裡到外呢 都可以帶來驚喜的一個螢幕 好 那它也應用了一些 未來趨勢的HDMI 2.1的技術 所以這邊利尾也給大家科普一下 HDMI 2.1的魅力 HDMI 2.1最大的特色呢 在於向上兼容8K 擁有更高階的HDR解析技術 頻寬也從HDMI 2.0的18GB 提升至48GB 提升了將近30GB 算是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甚至是比雷電34的40GB還要更快 因為有HDMI 2.1的關係呢 它也是目前市面上呢 唯一台幣2萬以內呢 可以完整發揮PS5還有X8S的 這種4K 100Hz完整性能的一款 而且能夠支援到8K 60fps 還有4K 120fps的HDR 意味著它不但能夠體現出最高的畫質 同時還可以兼顧到流暢度 好的 我相信這絕對是未來大家都樂見 也會愛不釋手的影像技術 否則就算你買了市面上 大部分那種4K 144Hz這種電競螢幕的話 其他最多的支援效果也只能到4K 60Hz 沒有辦法發揮像PS5 X8S這種四十代電玩的強大效能 那此外呢 它還有支援VR的可變更新率 那VR技術呢 主要是能夠讓遊戲主機輸出的畫面 跟螢幕的更新能夠保持同步 並且達到防止遊戲過程中出現的破圖 畫面停頓啊撕裂等情形 是絕大多數玩家都是非常理想的功能之一 另外也有內建ALM 自動你低延遲模式 在運行遊戲的過程中呢 系統會自動將多餘的應用強制關閉 讓性能集中在畫質上的一個呈現 讓遊戲畫面的反應速度能夠 更快更即時 感受最真實的遊戲效果 那到底它的遊戲體驗如何呢 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G70A在運行PS5的一個效果 好 利用陸續有資金的幾款PS5的遊戲 大家也可以從畫面上來感受一下 就是有些畫面呢 如果遊戲的黑畫面比較多的情況下 它也可以很清楚的去呈現出 這些黑畫面裡面的一些細節 反之呢比較亮呢 或者是比較鮮豔的畫面的遊戲 它一樣是可以呈現得很細膩 所以說當高畫質跟高幀數呢 同時結合帶出來的遊戲畫面 是真的非常的棒 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你要讓你的PS5呢 完美發揮出4K120支的 這個遊戲體驗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類型的螢幕 因為對比一般 4K電視極限的4K60Hz來說的話 其實實際露眼上看 一定也是會看出一些細小的差異 所以說這一台螢幕 這種高幀數的效果 其實真的非常的不錯 我個人認為呢 它真的是PS5的最佳拍檔 因為像是我們用來玩 這種人王的這種遊戲呢 也可以在它的遊戲設定裡面 去調整到120fps的模式 就調整高幀數的模式的情況下 對遊戲體驗來說 也會達到另外一種境界 所以說喜歡動作遊戲的朋友呢 或者喜歡這種高幀數的 這種遊戲華麗畫面表現的朋友來講 我覺得你會非常喜歡這個功能 除了用在PS5之外呢 用在X8上玩遊戲呢 也是非常爽的 因為像現在四世代電玩呢 它的遊戲畫面啊 不管是特效啊 場景啊 人物描繪等等 畫質都有更高的一個突破 所以說用這種高幀數的螢幕來玩 才能夠享受到它的這種 最絕佳的一種體驗 所以硬體的部分 如果沒有跟障 我覺得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可惜 所以如果預算夠 或者對遊戲體驗有更高要求的朋友 那相信3D這款螢幕呢 應該會對你來說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而且遊戲過程中呢 變化也可以隨著這個Costing的功能 讓燈光產生變化 所以說這台螢幕拿來打遊戲 是真的超級的享受 但是除了PS5之外呢 其實應用在電腦上也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接下來給大家測試一下 應用在電腦上的一個操作 好現在Rio已經應用在電腦上面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PS5的部分可以支援到120Hz 電腦上我們可以讓它最高的144Hz 大家可以從這邊調整 那比較高的一個更新率的好處呢 就是在遊戲的部分中 你可以比人家更快一步的搶得先機 好那前面有提到呢 還有支援VR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Rio有用一個地平線的遊戲 給大家做一個測試 就是開啟這個功能 能夠減少這個遊戲的一些延遲 或者破土等等 撕裂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 有開跟沒開的一個差異性吧 好看完VR的一個對比的話 應該可以明顯的感受出來 就是可以減少一些畫面的模糊啊 包含一些撕裂的部分 都可以去做一個改善 當然如果你的遊戲畫面中 會出現停頓 或者不連貫等等 都可以透過VR的部分 來做一個修正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裡面有支援VR的G-SYN 所以呢 它的遊戲的更新率能夠發揮到最高 非常適合用來玩FPS 像PUBG這種刺激的遊戲 用起來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不錯的 所以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測試雲到尾聲啦 那不管你是家用主機的遊戲玩家 或者是電腦遊戲玩家的話 相信這個螢幕都可以帶給你不錯的體驗 尤其是如果你有PS5 或X8S的話 更要試試看 因為你可以透過它的HDMI 2.1的技術 去接收你的高畫質跟高幀數 用來玩遊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那價格的部分 就像一開始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台幣2萬內 其實對比這樣的規格跟這個技術面來講的話 其實價位來說 我覺得性價比已經算偏高了 所以這部分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由去做一個比較 好那關於這螢幕的相關資訊呢 我會把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點擊參考一下 那今天介紹就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一個三明星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請到